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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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上這個政治社會哲學的第二部分 討論到了政治社會哲學的基本架構 這個基本架構呢 我當時講得很投入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認為政治跟社會的哲學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因為 我們對政治 社會 我們的性質 非常大的同時 完全又不了解 它的這個操作方式已經轉變 我先跟大家先講一個觀念讓大家了解 為什麼我們普遍聽到政治這兩個字會啪你知道嗎 為什麼普遍聽到會啪 最主要的原因我想了一想 如果說要什麼能夠活用的時候呢 活用的觀念基礎是來自於在地取財 然後呢 再能夠用到我們學到的哲學知識 所以說我們理論跟實踐要能夠相互結合 我們才能夠活用 為什麼我們會怕政治呢 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 讀西學就 不知道西學有幾個特徵 跟中學很不一樣 跟國學很不一樣 西學的這個 特徵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它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是 Discontinuous 它有個Discontinuity 請大家記住我講這句話 不管你多大年齡 你要聽不懂這個觀念 你根本不適合做現代學問 西方的歷史 它是非常非常強調Discontinuity 意思就是它的歷史是斷裂 我們很明顯的在哲學史中就發覺 古代哲學 中世紀哲學 現代哲學 當代哲學 它裡面整個問題 想法 知識形態 通通不一樣 一般人以為說這是很典型的法國哲學家傅柯的觀點 你錯了 傅柯只是 倒果為因 他問的問題是為什麼 這個歷史會是Discontinuous 而時間是Continuous 時間是連續的 這個問題 那是另外一個 當代歐陸哲學的一個主要題目 但是我要講的題目是 很可惜 或是很幸運 中華文化下的歷史 沒有斷裂過 沒有斷裂過 我們 我講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的歷史 不但是Continuous 而是Linear 沒有發展的 我相比較兩者之間 你去看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他一開始講一句話很有道理 他說如果不是西學東界 你明朝看到的東西跟漢朝看到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明朝跟漢朝差了一千五百年啊 一模一樣 你要知道啊 你的處境是什麼啊 好 我要講這個啊 導兵不是在這邊要告訴大家一個很震撼的感覺 我覺得最震撼的感覺是 政治哲學的歷史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 從馬金維利寫了軍王論以後 就已經斷裂了 華人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只是感覺到 任何國家的倫理學 包含亞里斯多德在內 古希臘 你要知道 如果你讀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你就知道 Nicomachia倫理學的最後一頁 就是他的政治學Politics的第一頁 倫理跟 政治是不分的 在我們這邊 你講大學 修身其家 治國平田下 中間是沒有斷裂的 對不對 我們認為說在家裡把爸爸做好 你搞小三你就不適合當總統 聽起來就有問題啊 聽起來就有問題 為什麼問題 你道德上完美的人 你要搞什麼政治啊 這不是馬英九成的 數的典範嗎 大失敗啊 聽就有問題 每個人都覺得疑惑 像大家開口閉口講 哎媽 台大醫學系的學生 媽 對社會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人家個人做的事情 跟人家後面在這裡 你怎麼能夠從 個人跟社會結合在一起 亂定義 這個就是沒有斷裂性思維的問題 所有在座的每一個人 所有我們在台灣社會當中出現的問題 都在這裡 你們去讀一讀君王論 不厚 為什麼君王論的在政治哲學史中的斷裂性這麼強 因為他告訴你 政治是技術而不是道德 道德是個人 頂多就是一個家庭 你能夠做個保養就不錯 事實上也不太可能 像你們學奠基的 你一定要思考這個問題 人家對西方人來講 你卻在網路上找 誰最喜歡馬基為力的君王論 想都想不到 亨利八世 誰是英皇亨利八世 英國宗教改革的大人物 把老婆一個個抓出去砍掉了 是英國爬上世界巔峰 拜託 可憐的台灣同學們 什麼叫英國 英國 人類文明的最高點 人類文明的最高點 你到時候聽到倫敦來的任何人 一演講 大家就像 那個心就像被運斗燙平了一樣 那個整個帝國的操作 你們根本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香港人苦成這個樣子 死命要當英國人 命都不要了要當英國人 絕對不要當英國人 為什麼 我覺得 最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斷裂式的政治哲學史 接下來我不會再講 因為這個話說出來 在西方是常識 你只要打 Who are the fans of Machiavelli's Principles 通通是英國人 而且馬基威利的軍王論 寫的是人的一個心理狀態 有四種分析 第一個是讀了軍王論以後 才知道怎麼當軍王 第二個讀了軍王論以後 才知道為什麼以前的軍王 不是真的的軍王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 有一種人 他不讀軍王論 他的做法跟軍王論都是一模一樣 還有一種人像梅克爾一樣 他根本都不知道軍王論這本書 他做出來的事情就是政治技術 你們平常不看新聞 不知道政治就是一個技術 說謊是基本般 說謊在政治裡面 只有傻瓜才是一言九點 拿聖經來搞國家 全國人都一起沉淪 沒有變成伊斯蘭國就不錯了 政治是一個技術而不是道德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需要理解 因為他為什麼是一個技術而不是道德呢 因為他牽涉到兩個人以上 你道德是一個人自我的無限上綱 所謂道德的個人的獨立要求 你政治上你要管住人 我們管住我們這一班人 我們管住這一班人的話 我們的技術什麼 我們的技術就是要把所有的人 的心理想法 要抓住告訴他說 說你來值得的 不是道德 道德的話只會講先點名 然後把所有的沒有來的人罵一頓 這個是拿一個形式的條件來要求別人 這個沒有用 但是我要告訴人家 你沒有來 你後悔極了 你這一輩子 因為這十分鐘 天才跟白痴就分開了 分開了 你想想看 你知道 一般人來 你們這個很多人到了這個年齡 今天來聽哲學課的我都很同情 大部分都變成善男信女了 善男信女管個屁用啊 你信的那個人本身道德是零 你知道嗎 為什麼道德是零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幹什麼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幹什麼 像我私底下 我表現起來怎麼樣還可以吧 但我私下幹嘛你知道嗎 我想過什麼你知道嗎 就不可能知道 怎麼會給人家打上一個什麼 道德表賽的號稱 這個都是宗教 政治沒有宗教 政治有什麼 政治有一種美感 我告訴你政治的美感是什麼 非常簡單就是權力 你們看 你們看 你們注意看 全世界人類有史以來最壞蛋的 就是納粹的軍人 SS 最壞蛋 絕對的惡 希特勒 Art of Hitler 絕對的惡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你認為全世界人類有史以來 最好看的軍裝是誰的軍裝 是誰的軍裝 你知不知道納粹的軍官全部要減肥的 你有見過納粹軍官肥的嗎 我沒見過 你看現在照片你去找 你知道有幾種人要減肥啊 一般來講女生那媽怕吃那個減肥 結果軟趴趴的不行啊 外交官要減肥 對自我要求很高的軍人要減肥 我們做教授的不用減肥 我們每一天勞心勞力的天然瘦 我們事實上每一個人到大陸發覺 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瘦成這個樣子 不用減肥 那活的就不錯了 所以大家了解政治的特別 為什麼你提起政治會怕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 在政治裡頭只有技術沒有道德 但是你的教育告訴你 道德跟政治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的認知上最大的落差就在這裡了 而西方人的話呢 一直結合到馬基維利出的這本書 所以我們一般人不了解說 哎呀馬基維利不教人家凶狠啊 說謊話啊什麼的 這個書為什麼會改變時代 當然改變時代 他首先服印了整個歷史的發展 你有沒有注意到此事無聲甚有聲 大家沒有能力發問 沒有能力回應 根本沒聽過 你根本就沒有見過世界像你在香港還見過一點 你自己是香港人 香港人為什麼喜歡當英國人 答案就在此 British Empire I want to be one subject among all in the empire 那聽起來多爽啊 像我在大陸的時候 我說你們講的什麼英文啊 那在美國就磕磕巴巴的 我說真正的英文 就是你到倫敦去參觀一下國會啊 那個全世界英文講的最好的人 就做了大概六百多人 六百二十四個人啊 就坐在一起啊 加上個議長六百二十五啊 那個英文就是最好的 我每次到倫敦有機會 我一定去聽英文課啊 要去聽就是聽英國議員啊 那講起來一揚頓挫啊 學英文演講要學什麼 不是學內容也不是學寫作啊 要學什麼 你知道要學什麼 當政治人物 當英國的國會議員要學什麼 學文法 學智慧 學怎麼樣考試進牛津劍橋 怎麼可能 政治的演講全部在學幽默感 幽默感 strong sense of humor 我到國會我講個笑話給你們聽 那時候剛流行綠黨 有一個很有名當過首相的Hith 當場講 Green party is like a tomato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red It was green indeed But eventually it will become red 多幽默 全場大笑 翻譯成給你們聽 你們這個英文 你沒有受到這個 我雖然沒有當這個大英帝國的這個被殖民過 但是我的內心早就被殖民過很久 Anglophile 這有個專門的名詞 就這種人像我這種 沒有機會活在香港 但是心甘情願當大英帝國的子民的人 就叫Anglophile 他說這個綠黨 綠黨聲勢很大 就像番茄 一開始是綠的沒錯 遲早都會變成紅的 多 多幽默的話 全場哈哈大笑 你外文系的你應該笑啊 搞了很久都沒反應一樣 Drove Like what you have bread on your t-shirt 所以 記住 政治講的是技術 這個技術包含的是 讓人覺得你很好的技術 而不是那種道德訴求 我講的這個的確是一個 我們現在在台灣社會當中 最需要的觀點 所以你會把 所以你看賴清德講 第一心就是當功德 這個就是典型的例子啊 被 不需要我發言 Paul Cullen把他罵得一文不值 Paul Cullen為了加碼 準備選事長還哭給大家看 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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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英德講的嗎 低心就是做功德啊 你們是年輕人 你們有反應嗎 什麼 都不關心自己生存空間 謝謝 在這個我們介紹社會主義之後 我現在要跟大家強調 為什麼我講到這個第二部分 有這麼一點小情緒呢 你們要了解 我們今天要講的政治哲學的後半部 要講到政治基礎講的是盧梭 是把這個道德的部分 做一個西普學士的一個分析 然後要強調的重點 我們要強調的重點是 人跟人要怎麼樣和平的相處在一起 這是大問題 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那麼如果如何將哲學活用在政治社會環境中 我們現在出現一個怎麼樣定義自由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出現是歷史性的 像我們現在會以為 我們現在很多人視之為當然 因為網路時代給我們的自由是亂講話不負責任的時代 那大家現在發覺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為什麼 有很多事情 這個自然社會中是有規律的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這一個月 我一整個月都在北京 從10月的13號 每個週末大概都會去一下 我昨天回來 晴空萬里 新鮮空氣 我每次肺都在那邊洗三天 以後回到這邊來污染個三天 然後中間在飛機上再好好調整一天 這不能看啊 不能看 人家是誰燒煤就抓誰 我們這裡是盡量燒煤 好了 我們把一個島整個毀掉了 現在大家不覺得 有一天的話你趕快轉讀爾比喉科 我跟你講生意一定很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的現象呢 就是因為政治上講求的不是道德 不是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展現你的自由 像台灣你很自由沒錯 但是你有沒有責任感 你有沒有相對的責任感 對其他人 你想說我不要出國我在這邊 我只會設計拖鞋 我永遠穿拖鞋 你到時候吃拖鞋我告訴你 Global Village 我這個禮拜我要到日本去開 我寫的文章就是Global Village 我再試試看日本人到底進步了多少 我好好在那邊發威一下 我要告訴大家這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政治講求的 不是滿足你個人的需求 它是整體來講的一個技術 你就當講空屋的問題 因為空屋最公平 每個人都要吸 你很自由地吸髒空氣 跟你很不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你要哪一個 你要哪一個 你說啊 你說 我沒有 我有前提的 你說說看 你很自由地吸髒空氣 跟你很不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你要哪一個 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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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個 這是你講的 這是你講的 你講的 你永遠不要忘記 你在我這樣看中 老是眼睛放大三倍 瞳孔沒放大 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說我要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不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不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你啊 你要自殺是呀 那你乾脆直接進瓦斯寺讀書就好了 你要跑來這邊幹嘛呢 我要不自由地吸乾淨空氣 哇塞 你這麼漂亮 你怎麼會有這種頭腦呢 自由的話你應該可以選擇 不是 你擁有自由的環境 就是大家每一個人盡量反核 最後把火力發電 這個叫做自由的 那另外的話講 誰燒煤就抓誰 那是不自由的 不准燒煤啊 成本馬上上升 我剛剛都算過 上升150% 我們這個課程 大家要有 對於現實 因為我們是活用哲學 我把哲學議題拿出來 像你 這是海外居民 你比較懂 請問你要自由地呼吸乾淨空氣 還是要不自由地吸新鮮的空氣 你要哪一個 不自由地吸 清淨的空氣 乾淨的空氣 我要不要拿出這個北大衛冥湖的照片給你們看 我拍了幾張 大部分都是我戴著太陽眼鏡 因為陽光實在是太亮了 我這講現實 接地氣的問題 你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你的答案 所以我不會問你的 來 你說 廢話 正常 哪裡有人 這個問題本身就荒唐 為什麼 因為自由不自由根本沒辦法定義 你不負責任的自由算哪分自由 對不對 吸乾淨的空氣是人 我告訴你 人原來沒有科技的時候 當然是乾淨空氣 這是最基本的 為什麼我們要講盧梭呢? 因為盧梭認為說 人生而平等 但是因為社會的發展 所以我們必須要活在枷鎖當中 那怎麼樣讓大家最能夠接近自由的環境 就是要能夠在人的社會中創造最自然的環境 不要小看他 這個人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 同學們你們知道嗎? 我們這個社會當中最大的矛盾還不是我講的 我剛剛講的那個歷史的那種斷裂性 是一種認知的結果 一般人不會懂 但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所有搞中小學教育的人 課本都學的是隨便他亂搞 自由活在台灣做你自己 學習自己的獨立自主性格 對不對? 然後私底下補習了補習了 有沒有人遇到這種矛盾? 我承認我有 其他人都沒有嗎? 都沒有嗎? 在學校就是自由放人 回去快樂的小小鳥飛就飛啊跳就跳 沒有嗎? 偽善 偽善還讀什麼哲學? 搞政治政治要的是說謊 但是很低俗的謊言沒有幽默感 沒有嗎? 那你要想到為什麼教育出現這麼大的矛盾 像你們都台大學生呢? 我偽視來台大 只要我精神一不好 隨便丟個問題讓學生思考 至少五分鐘沒有答案的 我也藉機會休息一下 為什麼要受教育? 絕對不會有答案的 絕對不會有答案的 沒有人知道來這邊痛苦一生要幹嘛 沒人知道 理由很簡單 我們小學的時候學的是自由自主 然後私底下家長比賽誰開得快 送到最好的補習班去 學完 所以補習班前面爸爸來接那種場合 爸爸接兒子的話感覺上像是道上兄弟 爸爸接女兒就像前世情人 那種感覺非常溫馨你知道 爸爸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啊 我也幹過這種事 只是我表現得比較悲憤一點而已 為什麼呢? 盧梭 盧梭的艾米爾 盧梭的教育理念感動了所有的人 盧梭的政治理論也感動了所有人 所以盧梭的政治理論叫 社會契約論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跟法國的大革命 這是真正有料的東西 因為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我做盧梭的翻譯做了十幾年 我的頭髮90%是做盧梭來的 我在北京發表的文章就是談到 我在翻譯的過程中所飽受的艱辛 這個老師除了會講話以外 我本身非常用功的 我做了最tough的工作 在連經有賣 500塊一本因為比較貴 你在那邊看看我的前沿就好了 你看完後如果你不震撼 你不是我學生 我自己都非常震撼 我自己簡直就是 就是我出了很多書 只有這本書賣不動 但是我非常高興 自由的問題 盧梭來了 很帥 日內瓦人 記住他是日內瓦人 他不是法國人 為什麼日內瓦人這麼重要 知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誰去過日內瓦的 你們18%的應該都去過吧 只有一個人 太可惜了 考你一下日內瓦那個大湖叫什麼湖 他不叫Lague de Genève 他叫Lague de Le Monde 日內瓦全世界生活水準最高的城市 街頭上到處都是帶著四個老婆的阿拉伯人 至少我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生活水準最高 日內瓦 他不談錢 他有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獨特的歐洲文明 第一 第一 他是新教的發源地 Protestant的 這個影響太大了 這影響太大了 你們對一般來講 你們不懂宗教想學哲學 也其實效果也不大 我也不是很虔誠的教友 但是我讀的是天主教大學 每天都跟神父在一起 對這個問題的了解就特別深 第二個 他是直接民主 在盧瀉時代叫Lague de Genève 日內瓦共和國 獨立之主 小國寡民 這個是事實 有錢的小國寡民 然後第三個 他有一個很了不起的Bourgeoisie La Tradition de Bourgeoisie 就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傳統 為什麼 所以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一個社會 不能人人都穿拖鞋 我是台大唯一剩下的 看到學生穿拖鞋會講兩句 走在路上不認得我講 我都會故意問說 你認為台大不應該規定所有人都應該穿拖鞋 有些人還講說 最好是打赤腳 我說我們乾脆把全大家改成農田 大家夏天播種就行了 Lague de Bourgeoisie 像你們音樂也很好 碰到我這個老師講的 不是Lague de Bourgeoisie 我的法文發音是很棒的 Bourgeoisie Otou les deux 為什麼會有布爾喬亞的傳統 中產階級 因為所有法國的上層的技工社會 自由的公民在法國 為了要追求那個自由 就到了日內瓦共和國當這個新教徒 有一個電影非常好看 但是一定要有歷史感 馬歌皇后聽過沒有 聽過的舉手 永遠是你 永遠是你 成績就拉開了 去過日內瓦看過馬歌皇后 All he got 馬歌皇后的女主角很漂亮 但那不是重點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她講了 Belobonia的大屠殺日的故事 要看到在法國的舊教 就天主教徒怎麼樣對待新教徒 新教徒怎麼樣從瑞士的山區打回去 所以當時 當時 在十六世紀馬歌皇后之後 法國的優秀人 就移民到日內瓦去 做什麼呢 做鐘錶 所以法國鐘錶 盧梭家前四代通通都是錶公 Ogloche 這個是很重要 這三點 宗教 政治跟實業 到今天來講都一樣 瑞士是唯一的動不動就是公民票決的國家 瑞士人最得意的他們信的宗教是整個 在黑格爾的解釋當中是最進步的宗教新教 Protestant 然後瑞士本身最得意的是他們的精細工業 那個傳統 所以現在由盧梭祖父做的手錶拿出來賣的 所以說大家知道 好 那麼他為什麼有爭議呢 因為在那個啟蒙運動的時候 十八世紀叫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 德文叫奧夫克拉庫 奧夫克拉庫就說 哎呦 看清楚了 比較 比較 比較間接 英國叫Enlightenment 被光照到的感覺 沒有比德國好拿 法文就直接就光 Let lumière 光來了 人 理性的光 所以十八世紀非常重要 斷裂 從一個極度相信上帝的民族 變成科學理性可以取代上帝的神格 這不得了 這個就叫 所以那個時候出現一大堆無神論者 機械論者 決定論者 命定論者 命定論者出現一大堆 就他們集結出來 這些人全部合起來一本書 到現在我們最有名叫Encyclopedia 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這樣來的 為什麼叫Encycl Encycl 就是說我們人就可以夠了 知道所有的一切 要你神幹嘛 就現在 所以這裡面的歷史的轉折非常重要 所以在啟蒙時代中的 盧梭他引發的爭議是什麼呢 他一個人 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人 告訴所有歐洲的王公貴侯博士院士 說你們講的啟蒙錯了 真正的啟蒙是回到自然本性 所以我們從此教育道德 經過了不用十多年 盧梭死了以後馬上就哄了 這盧梭的 盧梭的生平 是我個人的 我個人的聖經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盧梭的自由理念在台灣 是從來沒有被POMO過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大陸是最重要的 大陸自由理論有三種 德國式的康德那種 開明專制的 英國式的 以所有權的自由 自由擁有財產 英美式的 還有一個盧梭式的 那這個盧梭式的 恢復人類自然的本性 聽起來就是比較接近左派 所以左派的大起源 所以康德跟馬克思都受到盧梭的影響 因為大陸 因此大陸講說這個對他們的發展最有用 所以大家一直 以前最早先 就是最早先在中國藝書的時代 最早先 大陸最早的盧梭的一本 社會契約論合照五的一本中 就提到一個問題 最早先在清朝的時候大家就會發覺 盧梭搞不清楚是民主自由 還是威權專制 連這個問題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呢? 一方面是藉著機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一種政治理論 把問題的現實面說得最清楚 然後再者它也最實用 所以 所以你這個機會就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又鼓勵 其實大家講說 我們原來說強迫你讀三明主義 那個不影響 那個不影響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去讀嘛 你知道嗎?就是當笑話看一看什麼的 但是他 就大家心裡很明白是廢物 那有什麼好讀呢?就是心裡 就是這種態度 至少我考過 你沒考過 我考過 我也知道 但是呢 它的害處是什麼呢? 它的害處是它在灌輸一時代的過程當中 把好料撇到太平洋去了 把笨獸拿來放在金盤子上讓你吃 所以你吃久了也成豬了 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沒有吃到好料光吃飛了 比如說一個人每天吃起雲劑、縮畫劑 你那個人能夠健康到哪去呢? 一次兩次好吃 久了以後一直覺得好吃 就變成了自己的肚子成了化工廠了 對不對? 就不行了嘛 所以這種情況 那麼 如果 如果說為什麼 他自己做一個表工的後代 又信了新教 又屬於這種日內瓦共鳴的身分 這三重身分 到今天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有錢好好努力 去參加這個旅遊團 需要去日內瓦看一下 我自己 實不相瞞 我也設計一條旅遊路線 老師平常有得閒暇之語 就是做導遊 就介紹這個 但是那個就是高端精緻旅遊團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為什麼講到這個呢? 就是因為要告訴大家 三樣特點 你要記住 這是人類文明的最重要的三個特點 第一個 政治民主 直接民主 海菲洪洞 然後第二個 宗教上 信教 一個人沒有信仰是人嗎? 一個人沒有信仰是人嗎? 當然不是人 第三個 布爾喬雅階級 你要知道布爾喬雅階級 不是只有錢而已啊 什麼資產階級 真善美聖的極致 是透過工商業界的 台灣的有錢人算老幾啊 土蛋啊 講起來都是土得很啊 馬雲就是英文講得勉強而已啊 哎呀 什麼叫做 Bourgeoisie 這個我太懂了 我在比利時住了12年 在這個標準的布爾喬雅的城市 我們在比利時魯文當中 我在讀書的時候 上層社會都還是講法文的 在荷蘭語區裡面講法文的 然後之間 Basque-nusom Bourgeoisie 就是中產階級那個名詞是很尊貴的 信教 虔誠賭信 盧梭呢 他爸爸 他一出生 媽媽難產死掉 他爸爸給他教育到十幾歲的時候 跟人家吵架 吵架以後呢 個性很暴力跑掉了 所以盧梭突然之間變成孤兒 一個很聰明的小孩 一個很聰明的自然界的小孩 一個很聰明又活在很自由環境的小孩 一個很聰明又相信 這個宗教的這個小孩 這個最進步的這個小孩 突然之間接人了一下 他是飽受人間極苦 才華極高 請大家記住 真正的人才 像你很厲害了 你們這個 但是真正的人才不是只有數學好 五十年可以出一個數學天才 但是五百年才能夠出一個文字天才 哇 那個文字太厲害了 什麼叫文字天才 我們在這邊上課 下課的時候過來拖地人 拖一拖順手 寫一篇中原院的這個論文真稿進大賽 馬上得了第一名 去中原之前還帶著拖把 拖把一放下來就得了手獎 就這種人物 就這種人物 他手獎的過程我譯出來的 我重新譯了一遍 但是因為沒有人了解這個過程 那這是人類文明中一個重要的轉變 就是啟蒙時代的高峰有人居然批判啟蒙 而且還獲得手獎 這個太奇怪了嘛 他的自傳忏悔了我 艾米爾 辛洛伊愛世都從感性的角度出發 強調人性本善 但是發展受到文明的阻撓出現變壞的趨勢 所以我一直強調艾米爾 我們現在所有的兒童教育 全部受到盧梭的影響 認為兒童就要恢復他的自然本性 對於盧梭來講的話 兒童在12歲以前 為什麼講到12歲小學畢業以前 我們設計這個制度 就讓他們能夠自然地發揮他人的自然本性 是對他整個學習過程中最有利的條件 但是父母在底下拼命加碼、加碼、加碼 所以說大家都是產生一個扭曲的人格 人家不受教育的人變成偉大的哲學家 受過教育的人基本上都很頻繁 好 那麼他最有名的書 在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社會契約論》 Logota Social 那麼正義的國家道德來自於理性的力量 人性重視個人自由勝於一切 這個社會契約論 因為這些資料都過了50年 都是完全公開的了 關鍵是你要有人導讀、影響 要找一個很能幹的人陪你到日內瓦 摸到裡面的一實一物 都能夠解釋它代表的含義 否則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最精彩的東西 比如說你到一個百合公司那邊 讓你隨便挑 就你挑來挑去就是LV 人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太物質化 你應該挑什麼東西 你一進的話就要告訴人家 所以我要找到一種求知的能力告訴你 你挑包包一定要挑愛馬仕 LV十倍的價格 你要知道好壞 有一些人的話都沒有見過好的 只知道中的 那樣子不行 像我們讀書 那當然要讀大咖的書 托爾斯泰說 我每一次讀盧梭的書之後 就像讀了聖經福音的感覺一樣 康德說 康德忘掉散步的時間是在閱讀盧梭的艾米爾 這種故事 這個要感覺到有種震撼力 好 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要集中討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理論 那這個書 才子書它很特別 它非常特別 人生而自由 但無時無刻都一定活在枷鎖之中 所以打開這書一下馬上就非常震撼了 非常震撼 發覺有同感 這原來寫給他自己看的 但我們看他書的人 看懂的人就有同感 那麼在書中 我在設計課程的時候我就在想 要怎麼樣讓同學了解到如何活用政治 我們政治我剛才做了很多的介紹怎麼樣活用它 盧梭首先呢 他會強調觀念 這個觀念它是一個系列型的 我覺得盧梭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就是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這個在連經有我的一本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艾米爾 在教育的過程中如何回復人的自然本性 然後第三個在社會契約論當中 我先跟大家強調 為什麼 我一開始要跟大家強調 西洋政治哲學史的是一個不連續的歷史 因為大家在直覺上感覺得到 我們一直用道德來解釋法律解釋政治 我們一直講說什麼什麼 法律是什麼道德的最底線 錯誤的 這觀念非常錯誤 因為道德是天生的直覺 我們講倫理學的時候很清楚 法律的話是完全是人為的設計 怎麼可能會有任何的觀念性呢? 如果人這麼厲害的話能夠決定道德 那還需要道德直覺嗎?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盧梭面對的問題 在社會契約論上要解釋 人怎麼樣 在跟自由 跟自然本性說再見了以後 要怎麼樣組成社會 契約關係 人就有契約關係 這是法律關係 這個斷裂性的非常明顯 就是說對大家講馬雞威力的時候 在這個我們國內這個脈絡下 將馬雞威力只是浮冒熱飲 感冒的時候先吃浮冒熱飲 讓你早睡覺慢慢理解 可是真正面臨政治的時候的問題 我們現在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 我說良心話 我們大陸同學沒來我講直接了 大陸也面對一樣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光用道德的訴求 聖君形象的訴求來從事政治技術的發揮 你需要一套理論 你沒有這套理論的話 你做的事情 人家不能夠從整體的角度來評價你 即使現在天勢良機天佑中華 這個川普弄得天下大亂 大家都發覺說 哇塞班長突然之間性格大變 把頭髮剃掉了還刺青到處打人了 本來維持班長之力 那副班長躲在桌底下又不敢站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從來就沒想過會變成班長 亂了你知道嗎? 缺什麼呢? 副班長缺什麼? 副班長缺一套穩住大家的情緒 大家集合起來把班長痛揍一頓 沒這個能耐啊 沒這個能耐啊 你現在在理念上 現在我們進入了第二層的人格大分裂 每一個人講的政治理論還是講的自由民主 但是討厭的居然是民粹主義 搞不清楚民主主義跟民粹主義之間 到底的界限在哪裡? 我告訴大家 我今天下午就要去講了 我根本沒有界限 為什麼? 因為人的自由是一種無止境的啊 我們可以寧可在自由的情況下 呼吸髒的空氣 大家想說我可不可以不要髒的空氣? 對不起 你自由的選擇是沒有責任可言的 在這本書當中 首先就是用權力 power 這是個非常非常形上學的概念 什麼叫權力? 什麼叫權力? 跟各位同學講 我們之間就有權力關係 你知道我們的權力關係在哪? 我有權拿著麥克風到處亂跑 這就是power 表現得很自若 如果我當聽眾換你 如果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老師綁在最後一排 這個聽課 我一旦失去這個權力 我的這個教書的風格跟著連帶轉變不一樣了 通通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這個權力就是要執行命令 所以說有人 那這個權力要怎麼樣? 最大部分就是legitimization legi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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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優美的字 legitimization 就是如何要有底氣 能夠執行你的權力 就是要靠合法性 合法性是什麼呢? 因為從人跟人之間的一個形上學的一個觀念 從權力的出現 因為本來根據盧梭的講法 人其實是連語言都不需要的 人是一個很孤獨的動物 人他只有自滿自主 他求自保 他有一個字 有一個法文字 叫lame de soi 我昨天在北京開 前天在北京 我發表文章 就是lame de soi et lame de soi lame de soi 就是我自保的能力 每一個人都有自保能力 就是至少門前選 講不到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合法性 所以合法的命令就是法律 而法律的有效性必須面對法律善良性的問題 就是說法律怎麼會是善良的呢? 法律怎麼會是好的呢? 法律怎麼會 因為法律規定你限制 法律的目的就是為了限制你原本無限制的自然自由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大家知道為什麼人文主的法律序 變成我們台大的第一次元? 因為大家說我懂了法律以後 我就可以控制你啊 你不懂法律你就不能控制我 知識自立的想法很嚴重啊 菲巴底說的是 然後為什麼我們從政人員通通都是法律出身的 他們最早發覺道德跟政治的結合根本就是鬼話 他們最早發覺 他們沒有讀過馬基維蒂就已經相信這個了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有種很粗糙 他們沒有理論基礎 完全是一種獸性本質 就是把那個animality加入它的humanity 剛好變成那個human animal或是animal human 他就覺得說原來政治就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會發現我們久而久之提到政治 覺得又噁心又憎恨 都根本不知道像你現在突然講 某大學校長說校長不幹了 我該選這個總統或立法院長 大家聽講 不可能選上的 為什麼不可能選上的 你當校長的時候滿嘴人意道德 你現在當政治你怎麼樣滿足你的承諾 就不可能選上 就出現了這個奇怪的結果 任何團體有命令個人的權利 這個rights跟rights是對的意思 法律的合法有沒有大家想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台灣的社會面對的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這個政治 我用一種很活用的方法 介紹一下這個西洋哲學史的一個基本觀念 那我講的話就是強調政治當中這個最核心的問題 就我有沒有義務去服從國家的命令 國家哪裡來的? 一般人應該都不會問這種問題吧? 一般國家哪裡來的? 為什麼我會提到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生活環境當中 大家就有一個疑惑 大家疑惑就是不曉得中華民國哪裡來的 就不曉得它哪裡冒出來的 怎麼會有日子盪啊盪啊就盪到現在這種問題 但是我們發問的態度是歷史性的 而不是哲學性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要從哲學的態度 盧梭他最厲害的地方呢 他在解釋問題的時候他會提供一個歷史觀點 這歷史觀點呢 每一部分每一部分來看是經驗上的 所以我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說這個歷史的不斷裂 歷史的這個斷裂性 每一步呢這個歷史不是時間是連續的嗎? 怎麼會有斷裂的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羅馬帝國或者是古希臘時代 都有它的特徵 古希臘時代講的是城邦 後來講的是希臘帝國 叫cosmopolitanism 世界都市 然後羅馬帝國 就是這個 整個羅馬帝國自然法的一個涵蓋範圍 然後這個基督教的中世紀 基督教神權時代 那每一個時代當中的話呢 都出現了很多的差異 這些差異我稱之為斷裂性 那這些斷裂性的話呢 所以你在探討的時候呢是覺得是經驗上的 我現在講你也聽得懂 雖然你未必像我一樣對歷史這麼有興趣 但是我講的 你會發覺言之成禮 我順便講一句 在台大上課的時候 如果老師上課講錯東西明顯有錯誤 馬上就像砲擊一樣你知道嗎? 鋼盔都來不及待 要搞清楚 不是說同學們沒反應 沒反應就是我講的好 在台大的標準是這樣子 沒有說強迫要你發言啊 勉強舉手問你可不可以再講一遍那廢話 但是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同學們聽到這個經驗的內容你會認同 至少你不會批判 的同時我要告訴大家解釋歷史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形上學的架構 大家記不記得我那個時候強調 什麼叫形上學 就是針對於我們的經驗提出 把我們的想像力用脈絡的方式敘述出來 就這個 其實做哲學也就是在幹這件事 這個社會契約論呢 對他寫的話呢 對盧梭爾言既是形上學的 也是經驗論的 這個道理在這裡 好 那麼我如果在服從命令中 依然保存我的自由跟自主嗎? 自利嗎? 這個是每一個人都會問的問題 就接受法律 你有沒有這種問題? 你有沒有這種問題? 你在接受法律的規定的同時 你有沒有這種問題? 你比如說 接受學校的規定的同時 我要好好上課 是我的義務 接受這個義務 我還有自由嗎? 發揮嗎? 你就要自己再爭取 有的人 有的人的話 在這個規定的限制上 為什麼叫法有惡法? 不合理 我最近 就遇到一個惡法 這個惡法不是我講的 交通警察跟我講的 我一個月裡連續接到兩張罰單 都是切實括號接到我家來的 因為我生活很平淡 因為我平常很忙碌 那有一條的話是說那個 我在跟你講 這個法律要限制我自由 比如說 所有的車 我家住在動物園隔壁 不是裡面 我家住動物園隔壁 然後所有的車子到了那個橋那邊 大部分往台北都要左拐 那去深坑的當然很少 尤其是說上班的時間 我為了表達家庭 不是 為了家庭完美 還要送太太上班 所以我就是 那我就會走走走 為了趕一點時間 爭取那寶貴的五秒鐘 就是從最右邊啪一下 就是在左管過來 已經搞了快十年了 突然接到一張單位說這樣違法 行車記錄器檢舉了600塊 那這個就 我就交了想說也好 過美多久媽又來了 行車記錄器記什麼 這次我要準備申訴了 準備好好的 因為我打電話給教授警長 教授警長說這個是惡法 為什麼 從那個 從那個辛亥路下來 就是那個快速道路下來 那個車很多 那個往基隆路的車很多 就是排排排堵車堵了一塌糊塗 那我們的技巧都是跟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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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蹭到後面沒有辦法趕快 嚕到 這個台語叫嚕 就是嚕到左道來 有一個人拍到說 說我第一個沒有注意安全距離 然後第二個的話沒有讓執行車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什麼什麼什麼 哎呀氣的已經忘掉了 反正都不對 後來我就跟他講我說 第一 我讓什麼執行車 我本來就是路過來的 是你什麼道路設計的不好啊 如果道路設計的好我要路什麼路 這是第一點還讓什麼執行車 我就是為了要過去嘛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什麼叫安全距離 這是相對的感覺啊 只要不發生車禍都是安全的啊 本來就是路來路去的嘛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一倒退了 堵車堵兩三公里 好了 我跟那個警察一抱怨 他說哎呀這是惡法 為什麼 他說因為啊 一個月的檢舉案件就有五十萬件 我們準備招臨時工來處理啊 五十萬件 所以這些人 他說啊 那光是先看合不合理他們初步檢驗啊 就要搞十幾個人在那邊看 看行車記錄器 這不神經病嗎 你知道這個法律本身啊 制定的過程啊 大家知道法律制定的過程 就是要有這麼一點不完善 人生沒有比得到小便宜再快樂的啊 法律有個小漏洞 只有你一個人發現他媽超快樂的 逃稅就是這個嘛 合法的逃稅就是這個道理嘛 對不對 對就是 好了 現在把法律搞成用行車記錄器 每個人相互檢舉 哇不得了商鞅變法來了 現在我準備在我車裡面裝三台行車記錄器 只要不爽的先全部檢舉 反正也沒獎金 讓別人痛苦就是我最大的快樂來源 有這種事情嗎? 你這個法律的精神這個還叫做社會契約嗎? 他不是莫名其妙嗎? 所以我要利用台大上課時間 嚴格地譴責這個立法的精神 這個莫名其妙 我再強調 法律本身是要做一個規範式的約定 而不是做一個巨細米移的規定 那這樣的話 你大數據全部用機器來開車就好了 對不對? 人就是有一些 而且像我們現在的規定對不對? 總是要有比如說 老是在辦公室裡 像我們有很多規定 什麼叫做辦公室裡用的文具 就是合法的文具 這個合法文具不能帶回家用 像我頭上這支筆 我下班的時候要全部掏出來放在辦公室 然後弄幾支爛筆在這邊回家用 但我在辦公室寫的也是我私人的事情 對不對? 用公家的筆寫私人的事情 你違不違法? 你管人家寫什麼東西? 為什麼? 這個很荒唐 這叫生存上要有一點法律的自由嗎? 我們教授這個行業的了不起 說教授要打卡 聽說某一些真的是沒有教育理念的大學 還要教授打卡 教授打卡 那些人你把8點、9點 你叫他這些人坐在那邊幹嘛? 喝茶看報 說喝茶影響這個學生的觀瞻 看報的話影響學校給你的研究時間 那不喝茶不看報 那打一本大書在那邊打課稅可以吧? 打課稅跟名師怎麼區分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不能夠歸的 如果法律歸到太嚴格的話 就讓人覺得自由明顯的就沒意義了 但是你如果客觀要求有灰色地帶 那很認真啊 所以像我們很多人就跟我講 前天我放到一個自認很了解教授的 所以你們教授最爽了啦 一個禮拜聽說你只要工作五、六個小時啦 然後賺十幾萬啦 你這樣子對得起這個 我說你不了解我們都不睡覺的 他說為什麼不睡覺? 他覺得還不睡覺 我說腦袋一直在想 講課是講六小時 為了講這六小時要想六十個鐘頭 那怎麼睡覺呢? 一個禮拜才幾個鐘頭 他一聽 他說這個想 我說我告訴你 想多了 你要坐起來念佛經 還要再念兩小時才睡得著覺 內心很不寧靜 我一聽 這樣講你好像沒什麼機會休息 我說休息咧? 睡都睡不著了還休息 這個情況就是法律定的 不能夠讓人覺得 關鍵是什麼呢? 大家對於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觀點 跟現在大家很流行的人工智慧啊 或者大數據啊 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 將來 這是個熱門題目啦 我告訴大家 將來的熱門題目是 大數據加人工智慧 我們班上很多學理工的 學電機的馬上就突破了 但是整個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如何批判這件事情 請大家注意 就是說在法律的違約之下 有沒有行任有餘的空間 如果沒有 那人就不叫人了 比如說真的很懂得管理的人 郭台銘很厲害 如果他是純粹機械式管理 那久了不行 人性化管理講的都是無用的管理也不行 人是活的 最重要的是在管理別人的時候 要留下 自由發揮的空間 這種感覺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我用我自由交換什麼 這個這樣子 所以我說盧梭的社會企業理論講的 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這裡 合法權威 是對其他人有服從義務發號施令的權利 國家在有權通過公民或居民 必須做法律史才可以宣稱擁有合法權利 所以這個問題 因為這裡面強調的 我們現在一般人認為是選舉 民主國家來自選舉 並有選舉 這個是英國式的民族主義的觀念 洛克式的 這盧梭是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 社會區域 那麼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講一點我們台灣的政治 其實我已經講到大家都懂 但是我只要講一個觀念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出現 我們現在出現了一種 成人悲觀主義 年輕人虛無主義的結果 悲觀主義是在投票好像也是這樣 這是悲觀主義 我不是亂講 我不是亂講 就是政治重要 那年輕人會發覺 投票跟不投票的結果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事情 我做跟不做是沒有任何時事改變的 那這個問題嚴重了 為什麼? 因為你把最珍貴的個人的自由交給一些 你覺得沒有用的人來管理 那還得了 我那時候覺得非常不能接受 因為我那時候是充滿正義感 我說你對政治的話不能用罵的 我說你知道嗎? 你選出來立法委員就是你的媽祖婆啊 因為我們原來是從神權的時代 轉成民權的時代的話 透過選票來 這是基本上的一個觀念 選出來的人的結果 要能夠一次性的擁有 一次性的擁有這個統治的這個權利 以前我大概在20年前 台灣選舉喜歡宗教領袖出來 什麼陳旅安啊 什麼佛教力量什麼 後來就發覺 好了 都沒有辦法抵擋這個道德的訴求 沒有辦法抵擋這個 因為你宗教 你要完全用道德訴求 它根本不一樣的事兒 一個是講心靈的 一個講外顯的 這不一樣 所以也基於這個原則 也基於這個原則 所以大家可以發覺 台灣目前的這個情況 就是大家對於選舉方面 抱有很大的期待的人很少 選舉的過程當中像吃了迷幻藥一樣 本來是春藥現在變成迷幻藥 就說迷幻藥跟春藥差別在哪裡 春藥還有個目標的 迷幻藥這根本沒有目標的 白熱情一段時間 最失落的那一天就是選舉結果出來的那一天 是最失落的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那麼在盧梭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公共意志 我們現在來強調一下 這個公共意志 對盧梭來講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這個Volondatione Hale 就是這個Volondatione Hale 是一個盧梭所發明的字 用來形容共和國中所有人排除 私人跟黨派的意義 將目標集中在放在共同的意義上 公共意志 你知道我們台灣是有公共意志的 公共意志是什麼 你知道我們台灣是有公共意志的 你說了就會對的 你一個人說出來的 這個公共意志影響在康德那邊 非常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公共意志說出來 其實是所有人的公共意志 你知不知道你講出來的公共意志 台灣的社會的公共意志是什麼 你講出來的一定就會打架 這是康德的道德理念 我們上過康德的道理念 就是無上命令 就是我一個人說出來的 極所不亦勿勢於人 那就是一個universal law 那人對於這個整個社會的期待的公共意志 以你為代表 你認為 你個人意志認為希望台灣的政治是什麼 你只要說 你一說 你只要去負責任說 不要用虛偽主義說 也不要用悲觀主義 你就說 然後我再找一個前輩們 這個世界各地都走遍了 退休前輩們講 然後一定是一樣的 變魔術 你現在馬上講 你們講一定是一樣的 絕對是一樣的 就公共意志 就volontation e hard 就普遍意志 來 你說一下 對 民主很抽象 就是你希望具體的 就是我的意志上希望 就是第一願意人長久 第二像夢相隨什麼的 你就講你的感覺就好了 你就講 就是台灣的政治希望未來什麼 一定一樣的 變魔術給你們看 你就講 我給你一個暗示 我希望我們不要完蛋 對不對 是不是 你說什麼叫完蛋嗎 有人過來這邊嗎 亂殺人就不可以了 我不要這個 對不對 就是我希望不要更壞啊 不是好 是不是 當然啊 所以每個人的 你知道什麼是公共意志嗎 就是我們一個最低的共識啊 最低共識就是我們這個政治團體不要解散啊 對不對 你覺得今天不管好壞的話呢 就是 比如很多人講什麼的 這是我們社會的共識 每個人講出來一樣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社會當中有一種人不一樣 拿個外國籍 拿個外國籍 回到台灣的人 他們希望越亂越好 重新洗牌 重新洗牌 重新來就是我家的親戚 他們最滿意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 我叔叔從美國寄了十塊美金簽個名 然後到銀樓換十塊美金 買點熱的吃給孩子 我回來看到舉證舉名 兩個人都瘦巴巴的 買點熱的給孩子 很感動 這次的話我叔叔回來說 他說你們倆都沒有時間陪我 我說開玩笑 我說大人物我都不開會 我都不去來陪你了 這是講實話了 我說你找我弟弟嗎 我說你弟弟更忙 我說開玩笑我弟弟更忙 對我來講很沒有面子 我一定要比他忙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對如說來講 因為政治團體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維持國家 沒有人例外 沒有人例外 一樣的 然後這件事情不但是 什麼叫做 就General Well 你們聽不懂法文 General Well就是說公共意志 我們就是公共意志 就是每一個人想都不用想 就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也為什麼說 也為什麼說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據理力爭 為了你的自由 只有為了維持國家的完整存在 這件事情 你不可能據理力爭 懂了嗎 政治上的底線 如說這個底線就擺在這裡 這是一個自動 它是一個Categorical的東西 我一步一步的推理過來的前提 所以你已經接受了它的合法性 接受它的法律 接受它指使你做什麼什麼事的 法律的命令的同時 你就相信這個法律 為什麼會有這個共識呢 會有這個普遍這個叫做公共意志呢 是因為你回到自然狀態 絕對是比現狀糟的 到戰爭狀態的話 台灣一下殺掉四十萬人那還得了啊 每一百人你們就要死兩個人 那還得了啊 那還得了啊 所以我跟很多人講 我說你不要開口閉口 胡捨八道這些東西啊 你要了解我們是有共識的 難說末年怎麼滅亡的啊 我們不能滅亡啊 懂了吧 這是盧索講的觀念 你現在講說台灣有什麼好東西 啪一下子 全部結束了 那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 這是每一個人的基本共識 這個認知跟你喜不喜歡政治 喜不喜歡讀書 是不是虛無主義 通通沒有關係 你是一個人就不要回到原來 All against all 的那個自然狀態 懂了吧 所以這是有底線的不是措施 因為好 那麼這個 我講一下我社會契約的月入心得 由約定的自由回到了自然自由的話 就是我們違反契約的結果 就是我講的 自然自由是怎麼樣呢 自然自由的話 這特徵就是沒有道德了 沒有社會了 沒有社會就是沒有相互幫助 沒有道德的話就是沒有行為上的約制 那我問大家回到一個沒有道德的社會 對誰有利 那我推薦大家去看一本書 是霍布斯的Leviathan 利維坦 裡面講到自然狀態 那叫你們看出你們看不懂了 那我講一個應用的例子讓你聽 你就知道說自然狀態 我以前兩個小孩在長大的過程 我最喜歡去空曠地區動物園 最好是野生動物園 因為小孩在野生動物園看它迷住了 我就可以拿本書在旁邊看 我永遠是帶一本書 我帶的其實是很不爽 他說你到底是在看風景還是在看書 那當然是在看風景 我說風景跟書結合在一起 是哲學家的最高意境 我真的是很認真的在看書了 那也知道六福村 大家知道有沒有去過六福村? 去過六福村了嗎? 去過了 六福村那個野生動物也不知道怎麼弄的 所有其他野生動物都死光了 只剩下廢廢活了三百多隻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 我不知道怎麼弄的 好 我不知道怎麼活的 然後我那次去的時候 到六福村我帶的就是這個 Thomas Hobbes的Leviator 我對於自然狀態all against all 完全讀不懂 他說即使是最強大的人都很活怕 那我當時覺得說自然狀態中那個強者 對不對? 因為我看那個猴群當中 各方面來講 那個最大的那一隻 就馬上就是有領袖權利 那天的話呢 剛好一去 剛好一去 到了沸沸 三百多隻沸沸 沸沸是超級野蠻的 沸沸是介於那個海因那 跟那個台灣迷猴之間的動物 就是超級野的 然後呢 來一個鐵牛車 巴巴巴巴巴巴巴來了 剛好是餵飯的 弄了兩大串香蕉 它這個第一串香蕉 然後 它因為它那個鐵牛車 哇那個沸沸整個鼓噪 哇啦啦 鼓噪 然後突然 它趁大家一個不注意 就啪一下 沒有多少 十來根 一啪嘛 一丟 剛好越過泥巴 被一個身材普通中等的沸沸接到 像接橄欖球一樣 一接到以後 這個沸沸一接到以後 哇不得了 所有的比它壯的全部 那這猴子走 你看到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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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拍的那個猿猴星球的那個電影 第三集 過來了 一下子上去 哇這個聰明 這個沸沸聰明 我一看哇不得了 就它拔了兩根下來 啪往外一丟 一丟的話 另外一個看起來很壯的 一接到 啪 那個很壯的話 就以為自己穩了 坐在那邊 正準備開始大塊朵伊準備吃的時候 剩下的所有 除了那個有兩根的 還有這個抱一堆的 其他的全部上來 全部上來 那個大沸沸最後還落得一身傷 一根都沒吃到 其他小的在那邊偷柳一根 什麼什麼的 後來我就動了 原來霍布斯講的自然狀態是 沒有體能上的優勢 只有巧取豪奪的技巧 政治上只有巧取豪奪的技巧 只要吃到肚子就真的 然後就搞懂了 所以同學就發覺說 沒有人要回到這個生活上完全沒有保障的一個狀態裡 所以說社會契約要求每一個人對社群犧牲所有的權利 就道理就在這 因為你不要回去 所以你不要自然權利 然後社會契約 這個跟自然自由的疏離是絕對的 然後每一個人處於相同的局面共享約定的自由 這是我們今天社會中所處的情況 想不到吧 你們要好好用功啊 讀一讀書 這個是我們社會中需要的 我想不出來有這個以外的自由的比較具體的定義 所以每一個人在公共意識下將個人權利交出並且形成一個合體 在這個合體之中 每一個人都是其中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每一個人都是不可以分割 就是一個也不能少 就是我們變成一個合體 叫做co-politique co-politique co-politique的意思就是說是一個political body 我們叫一個community 但是這個合體什麼呢? 這個合體是這樣子 包含了團結、自我、生命、意志 形成一個公共人 這個公共人意思的是 this biblica 公共主義 共和主義 this就是東西 biblica就是公共的 就是說我們那個共和是屬於大家的共同 像我們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是支持這個體制的 組成的這個部分 這個每一個人都是這裡面的部分 然後形成一個真正的一個個體 所以你看到利維坦 我剛剛講的霍夫斯利維坦的書就是 一個很大的人帶著皇冠 但是他仔細看是每一個人頭每一個人頭畫出來的 就這道理 民主 其實也不一定民主制度 就是原來強調主權的概念 所以說其中包含了所有人 被稱為城邦小的 共和 共和體政治 這是道理來 被動的時候是國家 被動的時候是國家 主動的話是主權 與其他合體比較的時候它是一個權利 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很重要 同學們要記住 就這個結論 看得懂嗎 我一個個給你解釋 我看裡面是看不懂的 我們拿我們台灣來講 假設 我們進行中華民國來講 我們合體中包含了團結 你說中華民國需不需要團結 中華民國合體中需要團結 交稅就是團結的象徵 交稅幹嘛 買武器 對不對 自我 我們常常強調 我們的護照上還寫個台灣兩個字 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我們要強調自我 生命 我們希望我們永遠長久下去 因為國家生命要永恆下去 意志 我們會強調說我們要共同的意志 對不對 形成一個公共人 這個公共人是我翻譯就是lespibilica 就是一個republic 我們國家的名字叫什麼?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對不對 什麼in Taiwan 愛台灣什麼的 on Taiwan 這個自己編的 就叫The Republic of China 對不對 叫Republic 我們為什麼叫Republic 因為我們是公共人 我們不叫The Empire of China 那不可能 就沒有皇帝 對不對 我們也不可能叫做Kingdom of Taiwan 因為沒這個事 對不對 沒有國王嘛 這個要搞清楚 其中包含了所有人 所有的公民 為什麼大家現在開始很良心強調公民的概念 其實公民概念很嚴肅 公民有義務的 現在大家只知道公民有權利 不知道公民有義務 這個義務很嚴重 這麼 激動 I served the country for two years 我每次講到這個 我在外國的時候 我都是這種表達方式 他說這個 Wow in Taiwan What experience make you feel more distinguished I served the country for two years 人家一聽 所有老外一聽的聲音 為國家當兩年兵 很光榮 你講說 I skipped the military service and become a normal person 什麼人 對不對 什麼人 一個不愛國的人是人嗎 這個大概十年前 我們讀書的時候 這個概念就很重要 一個不愛國的人是人嗎 現在講一個不愛國的人的話 是一個非常懂得技巧的人 就沒這回事了 感覺上非常不一樣 所以你等老外講的時候 我們講說 We have a draft system 所以老外講說 Then you know how to use gun Not only gun But machine gun as well 厲害 其實不一定會用 好 那麼所有人成為城邦小的共和republic 共和體政治 我們的政治是republic 被動的時候 人家看台灣的時候 被看的時候 我們就是個國家 主動的時候 我們要發行我們自己的主權 所以說台灣講說主權在民主權在民 所以大家很多人講 他並不真的了解 我們主動要做事的時候 我們可以主動做事 我們能夠主動做事 我們就擁有主權 我們擁有主權 所以我們是個國家 中華民國廢話 對不對 不是說在哪裡的問題 就是一個實際上的運作的過程 跟其他合體比較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權力 不管大小 我們是個權力 是個power 這在國內才講 比如說 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護照拿來電子通關 別人來講 美國護照電子通關不能過 他們沒有那個資料 對不對 這是個權力的問題 允許你 好 那麼如何讓一個非立法人 遵守不是他的注定法律 像你們呢? 你們沒有當立法委員 為什麼遵守法律 如何在爭議中達成協議 第一個問題 他不認同 待遇制度是對的 在小國之中 人數不知太多的情況 人人關心自己的政治事物 是為了自由所必須付出代價 小國寡民 日內瓦的想法 所以將來大家有錢的時候 到日內瓦去看一看 為什麼很感動 你不是喜歡公民票決嗎? 你不是喜歡直接民主嗎? 你去日內瓦看一看 直接民主每一個人對於政治的立場 對自己的態度 對政治的態度 好 這是小國寡 第二個 對於第二個 如說不同於以往 他反對多數決 但他卻也強調 人必須放棄個人對自由進行詮斥的可能性 遵守在多數議決下所通過的法律 一次就夠了 問題是誰代表多數 為什麼這問題來了呢? 像我剛剛啊 在這個圖姿系跟這個旁聽的同學當中 我講了一句話 說我要表演魔術了 有沒有聽到? 你應該很有影響 你講出來的 你的個人的意志 不但會是 也是他的答案 會是我們所有人的答案 我是不是講過這句話? 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就是我個人意志 希望台灣就是不要完蛋就好 最最基本的 minimum It's a minimum and a maximum You know? 對不對? 要維持這個民主 我活得很好 我們每個人都活得很好 是不是? 那他說馬上就講說 講不出來然後講說是啊 你也講是啊 對不對? 很簡單 不要完蛋啊 好 這句話當中 全班有沒有人反對的? 沒有人反對 一個人都沒有反對 I'm talking about your life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主義問題 那如果全班沒有人反對 以我們做一個小型的一個實驗 全班沒有人反對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標準共識了? 一個沒有經過形式所建立起來的共識 有人講不行 你沒有經過民意的檢驗 好 康德講他那個無上命令的時候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時候 他有沒有不需要經過民意檢驗?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是categorical 你知道什麼叫categorical? 這是你本能的 所以你不會把你自己活在一個self-destructing process裡頭 所以我上台大的目的就是摧毀我自己的生命 這個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 這有邏輯可言的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說 所以如說反對多數 他幹嘛這個事情 他認為不用投票 給康德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後來康德的哲學問題是 他贊成了開明專制 但是那個專制永遠壓過開明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他突然發覺說 道德的律法中 我們不需要投票什麼是道德的法律 因為透過直覺為什麼? 因為這是categorical的問題 那如說就是把這個政治上的這個事情 把它轉換成categorical 同學們這個有一點複雜 你們的英文不好 或者你們的哲學不好 你聽不懂 但是它的確是活用中 活用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你今天回去想這個問題 你代表大家下禮拜的時候你講說 老師我想了一下 發覺有道理還是沒道理 因為這個是沒有經過投票的 the majority 是absolute majority 是everybody no exception faction 為什麼你可以接受康德的人權概念 你卻不能夠接受盧梭的公共意志 所以其實這種問題 只有在我們現在的政治脈絡下才會發生 所以盧梭的邏輯是 每一個人都追求自由 所以所有人總和就是公共意志 所追求就是大家應當追求的自由 如果這個是可以成立的 那就表示所有人都應該為了大家的自由而努力 其中少數追求放任自由的人 都應該受到追求相互自由的限制 所以它為什麼在這個解釋上來講 變成既是民主自由 又是無威權體制的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同學們知道我這個推理 我把它留下來講慢一點 讓助教跟大家討論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代表某一種比較堅決的立場 讓大家不發言 可是我在認知上來講 等一下我把這個部分講 我跟大家專門針對問題 這是盧梭的理想 小國寡民 那他認為法國太大 小國寡民能夠溝通達到共識 像我們這樣的 我們這一班同學中很容易達成共識 我一問完 我假設原來這四五個同學是比較叛逆的 一聽完以後自己理心一想 有道理 尤其第二位 從上屬下來第二位特別好 一開始說不一定 後來說對 沒錯 有這個思想上的轉變 小國寡民才辦得到 然後第二遍你辦到以後的話 你要相信這個 你要相信這個是對你好也是對大家好 說我不要 我就是要重新洗牌 搞爛以後重新再來 死掉四十萬人只要不死我就好 這沒有責任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死掉那四十萬人當中有沒有包含你 你永遠不知道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不要不要提供他你要相信 相信我 所以政治是個神學 政治神學 解決政治世俗化的辦法 為什麼呢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這個 Les Bibliques Republic 我們要相信 像這個法國人最愛國的一句話 Vivre la Bibliques 你們有沒有學過法文 Bestin que la Pense Vivre la Bibliques就是 共和永遠存在 另外 為什麼喊這句口號呢 證明革命是對的 為什麼革命需要證明 因為大家不知道革命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所以要轉換成口號 大家發覺生活當中 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沒有人有絕對的把握 沒有人知道今天大陸的領導人做法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我們活在當下無能做判斷 神學問題 那他企圖以設計制度的方式做補救 設計制度做補救 所以這是盧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想 設計制度的方式是這樣子 因為 選舉制度 洛克的觀點 盧梭的政治哲學是批評了 霍布斯也批評了洛克 霍布斯的制度的話 是主權制度是交給國王來執行大家的公共一致 這個部分看來 但是他缺乏了一種自由的感覺 因為就是用下的 對盧梭來講 我們要接受 經理要接受 我一開始問了接受的概念 然後洛克的制度是說 我們把用大家展現民意 用投票的方式 怎樣投資人擁有多數覺 就可以來設計這個制度 那對盧梭來講的話呢 一個是多數覺 並不能夠真正解決大家的歧義 所以設計這個制度當中的話呢 比如說對盧梭來講的話呢 整個國會當中大家表達意見的時候 經過廣泛的討論 最後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一個人說了算 就是同學們要知道 我是不忍心講這句話 可是我所讀的社會區議論 以及我在這邊教你的社會區議論 除了一開始沒有選舉以外 跟大陸現行的制度非常像 大陸唯一做的事情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他是沒有要你投票 你也不敢投出反對票 就是認定這個意見 70年來的這個意見的代表名義 所以你現在要批評他 他不是沒有理論基礎 只是這個理論基礎 大家沒有注意而已 而實際上 一個政治的運作要有效用 當然要有效率 當然也在這裡 我不是在講舊話重體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哲學系跑到這個鬼地方來了 因為我們人文大陸已經沿泥了十年了 我在台北市政府呼口號都呼了三次了 沒人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發覺每一個人都要意見 那這些人意見我在聽到很多人是在表達他個人對於整個市政建設的理念 而沒有考慮到整體的 所以個人自由的發揮事情圓滿 整體沒有了 那台灣沒有哲學系 當然台大哲學系受委屈 當然造就了我 我總是以哀兵的姿態在社會面前講 說沒有蓋好房子面前 不要講說我為什麼過得這麼虛無 這非常有道理 一個那麼以天地為一體的人 對不對 這講話當然特別大聲 如果好資源都給你了 在中央研究院裡頭那麼好的資源 結果你做不出作品 那你是不可原諒 那你現在在台大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你偶爾還寫點東西 那是非常值得嘉許 這是自己心裡做安慰嘛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問題 所以說讓每一個人 所以這個制度設計也是在這裡 這樣你應該很清楚了 好 我就問一下說 美國的政治參與非常低 那盧索會說什麼 這是我們活用來討論這個問題嘛 這個問題主要原因就是川普當選的理由 因為美國的政治參與率很低嘛 所以那個操縱的空間很大 如果我不想投票 那麼我依然有義務必須遵守那些被選出來立法人制定出來的法律 為什麼呢? 所以在代議民主政治政策的理念中 最重要的假設就是選民所選出來的對象 有時候會當選 有時候會當選 那盧索會很明顯不認同這個 盧索會很明顯不認同這個 盧索會很明顯不認同這個 就認為說我們的公共一致既然不會變 為什麼代表我們執行公共一致的人要常常變 這個邏輯就在這裡了 全歐洲最強的國家是德國 為什麼? 因為梅克爾每次選舉都獲勝 這一次的話他還要跟第一次組 跟自由黨組聯合內閣失敗 他準備跟社會黨重新回去 為什麼? 他就了解 政策要有一貫性 16年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義大利的話 平均每個人的話不到一年能做什麼事情 我們在這邊換來換去的 不能做什麼事情 這個不用我多說了 所以說政治社會是個容易誤解的概念 因為社會中所有人除了避免災難以外 都想擁有絕對的自由 這就是避免災難 所以講這句話是這個道理 關鍵是可以避免的災難與不可避免的災難 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什麼是可以避免 什麼都是不可避免 天災 超級大海嘯 15級的地震 晃一下全世界的地都 原來有的都下去了 沒有的都出來了 那就不可避免 無所謂 真無所謂 可是有一些災難是可以避免 這是我們的共同意志 這個是這個部分發展出道德學的認知 所以我在最後跟大家強調一個觀點 很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這個馬基維利的政治哲學 馬基維利的政治哲學講的是政治技術 是一個把政治跟道德分開的一個技術 這個斷裂 除了時間的斷裂以外 思想理解的對象也是斷裂的 然後呢 盧梭的政治哲學呢 在某種程度上 是把道德跟政治又重新結合在一起 但是在政治的現實面中 會告訴大家 這個道德上的理解 只能像燈塔一樣照亮我們的心靈 實際上的過程 我們是用像政治技術一樣的手電筒 在摸索前進的 大致上一個方向很亮 知道海在哪裡 但是你要走到海 要經過那個黑暗之路 是要一步一步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拿的手電筒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種相應 所以說這個叫Generable的概念 是這樣子由來 所以它這個邏輯的推演 我剛剛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我特別介紹一下盧梭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洛克式的政治哲學 代義式的我們很熟悉 運作上的結果並不真的令人很滿意 那德國式的話呢 那開明專制的式的話呢 原來我們在殉政時期 就是對於舊的時代我們也不滿意 那這個新的時代未來 我也不曉得跟大家提供什麼解藥什麼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未來要走的方向 裡面的核心概念個人自由 我提供一點我比較熟悉的盧梭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這個是我跟大家做的解釋